一代巨星邓丽君,出生于1953年1月29日,1995年5月8日,身世于泰国清迈。 1999年4月30日,一位叫朗嘎拉姆的女孩出生了。 七岁时,父母从香港旅游带回了台湾歌手邓丽君的专辑, 他自称听了两三遍就会唱,并说感觉就是自己的歌, 但他当时并不会任何一种汉语。 七岁时便开始在泰国演出,13岁时首次在泰国的电视节目亮相, 15岁时,赴中国北京中国音乐学院附中就读, 并以邓丽英作为一名开始在北京台湾街的邓丽君主题餐厅演唱。 他亦是同情林妙可的同学,2015年朗嘎拉姆参加《中国好声音》第四季, 在首次盲选演唱邓丽君的千言万语, 按不获四位导师选中加入其战队, 但获得导师的高度评价, 亦因此在网络上为人熟悉,称他为小邓丽君, 已只说他是邓丽君的转世。 1989年,邓丽君在六四事件前后表态支持参与学生, 他在香港不顾周遭亲友反对,而参加了抗议几回。 随着气喘发作情况日益严重, 邓丽君在1994年12月底于男友暴罗, 前往当时以空气清新著称且较少华人聚居的青麦调养度假, 并开始着手写作复述歌谈六歌曲。 1995年1日1日, 邓丽君因气喘病发, 引致呼吸不顺, 并前往当地蓝朗医院求医, 但诊断结果显示并无大碍。 1995年4月底, 邓丽君与保罗入住青麦煤瓶酒店位在15楼的总统套房。 同年5月8日泰国时间下午4时左右, 邓丽君气喘病再次与保罗外出采满肌肉时发作。 当时, 药瓶已空, 他急促地用气喘喷雾喷向鼻部, 移若呼吸和缓下来, 但仍无济于是, 于是, 他奔出房间求救, 并不断呼叫妈妈妈妈妈。 最后, 咽气喘而引发心肌梗塞, 便在该层职员柜台前不知倒地。 酒店职员历时将面无血色的邓丽君送往蓝朗医院急救, 虽当时酒店附近有一小型医院, 由于接近下班时间繁忙交通, 延迟车程。 途中, 邓丽君再次发出微弱呼喘身后, 停止了呼吸, 就呼吁替他持续施加心外按压, 及心脏电机接近45分钟, 但最后于当地下午5时30分, 被宣告不至, 享年42岁。 后来, 邓丽君的家人和保罗都同意不让他的遗体进行解剖。 5月11日, 遗体金空运抵达台北。 5月28日, 众人于台北市第一殡仪馆为他举办出殡仪式, 他的遗体随后在众多歌迷目送下, 安葬于金山的金宝山云园墓园, 他父母与二哥的遗体, 也先后安葬于该墓园。 四年后, 一位叫朗卡拉姆, 本名奇沙威射公, 文明瓦那沙雅威射公的女孩出世, 有与邓丽君相似的歌声, 被视为邓丽君转世。 以上就是邓丽君转世之说, 如果观众朋友们喜欢这类型的故事, 不要忘了订阅关注, 开启小铃铛, 才不会错过任何有趣影片。 感谢收看。 EMB J